爱我们的父啊 谢谢你 我们今天能够聚在教会当中 我们同心一起 跟我们的众圣徒一起敬拜你 主啊 我们心中合得的喜乐 因为知道 我们是属你的 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愿意 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 求你 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也吸引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加的倚靠你 更加的顺服信靠 我们一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出埃及记非常漫长 但是出埃及记 实际上是一个神拯救的行动 你可以从我们半年前 这个第一第二章 第三第四章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 这个第五到第七了 那第一到第二章的 重点 我放在前面的经文 我列出来了 它的重点在于神听到 我们的痛苦 神知道 而且祂也纪念 代表说 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生活 神是很在乎的 为什么 祂的在乎 并不是说 因为我们很重要 然后呢 祂就好像是一个 祂好像来服侍我们 好像来帮助我们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是祂的子民 我们是被祂所呼召出来的 所以呢 祂重视我们 所以祂因着祂垂听 因为祂看顾 因为祂的子民被 被放在埃及法老的奴役当中 所以我们想到了 我们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地上 我们属神的人 神是看顾的 神是指导的 因为我们是祂的子民 因为祂拣选了我们 祂要在我们的身上完成 祂要完成的事 那第三章到第四章当中的 主要的重点呢 在于 神让摩西 神呼召了摩西 摩西是被赶出埃及 他逃亡 逃到旷野当中 在旷野当中 神呼召了摩西 神呼召摩西的 祂的目的是什么 祂告诉摩西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你要告诉法老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让他们去 来服侍我 摩西 一个神的仆人 他那时候已经被 被这个埃及的法老追赶 逃亡 变成一个逃犯一样的 他在旷野当中 什么都没有 结果 他的岳父 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他就成为一个牧羊人 这个牧羊人 什么都没有 就是整天看着羊 他学了 在埃及学了这么多的学问 结果四十年在旷野当中 只能够跟羊在一起 等于算大财小用 然而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 说我要把一个工作给你 要把我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 他说神啊 我做不到 因为我太老了 我八十岁了 我们今天早上 早上看到弟兄姐妹 很多的弟兄姐妹说 我也快八十了 那我那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感动 因为我昨天晚上 在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想 我们梦见那个我们 同一个教会团庆里面的一些都是年纪很老迈的弟兄姐妹 有的七十几 有的八十了 那他们很积极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事工 一起来查经 一起 而且每一次都来 而且每一次来的时候 很认真啊 他们事先都要 都要看讲义 看完讲义了 想问题 然后呢 他们来回答问题 那我就想到说 一个人到了七八十岁了 还有这种经历吗 我都已经六十了 我说 我觉得好像力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 这么兴旺了 可是我想到 那一些 那一些 到了七八十还仍然保持着 这么强的一种生命力的 实际上他知道 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 神的爱吸引了他 神给他力量 我们年纪不管多大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生命力 我们才活下去才有才有意义 活下去才有能量 要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说 一看 哎呀 反正我做不动了 不要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哎呀 这查经 查经没意思 我已经查了二十年三十年了 你不用再拿这个任何的事工 再来要求我了 我已经做不动了 我已经太老了 那你真的最后就是越来越衰退 越来越衰退 神八十岁呼召摩西 说去到埃及去 找法老 告诉他一件事情 让我的子民出来 如果说你是一块八十岁的老先生 你听到了这样的 你会不会跟摩西一样的想法 不要找我了 我都已经退休了 找年轻人 对不对 哎 神就是找摩西 你八十岁 我还有四十年 要你服事 你要活到一百二十岁 当然我们今天 当然不太敢 不太敢跟神来 来要求这样子 但是想知道一件事情 神 祂是有 祂是有目的的 祂为了要完成祂的工作 祂会呼召祂的仆人来完成 摩西在那个时代 神就是呼召祂来完成一件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把已经当奴隶 当了快要四百年的这些百姓 最后他们最后能够怎么样 能够出来 能够离开 这个奴隶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困难 如果在今天 神把这样的工作交在你的手中 你心中会怎么想呢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太困难了 我怎么做得到呢 别忘了一件事情 既然这是神所呼召 是神要完成的工作 神只是透过你来完成 而且这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情 神竟然愿意让我们来参与在祂的计划当中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五章了 摩西就去了 摩西壮胆刚强 走进埃及 他本来很担忧的 他本来担忧的是 第一个 我是谁 我这么微小 我只有一个人 法老是谁 法老是什么 法老是千军万马 他是一国之军 我怎么讲得过他 他有权利 我只有一根拐杖 结果把神 神告诉摩西 这拐杖你丢下去看看 一丢下去 变成了一只蛇 就是神迹的能力 拎到了他 让他是带着神给他的 行神迹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代表的是 补天之下 万君之耶和华的能力 万君之耶和华还比不上法老吗 所以 摩西带着这根拐杖 走进了埃及 一个人 但是呢 他说我一个人 仁丹事故 我口才不好 我讲不出话来 神就告诉他说 你口才不好 这不是理由 我让你哥哥来为你讲话 但是你是代替的神 你要代替我 然后呢 你要告诉你哥哥 讲什么话 两个人合作 一个人有口才 一个人有神给他的权柄 两个人一起合作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 也是一样的 你觉得说 哎呀 我口才不好 实际上很多很多的传道人 口才都不好的 一讲出来的话 底下人讲说 这人讲的比我还讲的差 对不对 我讲话 讲出话来头头是道 然后呢 你看 那店上那个脱口秀的人 讲的多好笑啊 多好 多好啊 很多的传道人口才都不好的 但是 为什么他能够站在讲台上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听他 实际上 最主要的原因 他是代替神来传递神的话语 就算口才不好 神也会加给他力量 让他来代替神 把神的话语讲出来 他就放胆的把神的话讲出来了 摩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两次讲口才不好 他说 我是个左口笨蛇的人 在第四章的时候讲过 今天第七章 他又讲了一遍 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口才不好 那我相信这个摩西是个很谦卑的人 那他虽然口才不好 他敢站在法老的面前 因为法老把他哥哥也派给他了 他哥哥的口才很好 两个人就怎么样 互相合作 到法老的面前去 好 他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他要讲的是 让我的百姓去 结果法老给他的回应是什么 你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 法老给他的回应是说 我不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是谁啊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 这些人是谁的人呢 是我的奴隶 然后呢 竟然你说 耶和华说这是他的子民 好 我们看看一下 谁厉害 是耶和华厉害 还是我厉害 是法老心中的想法 你觉得法老厉害还是 耶和华厉害 法老以为他自己很厉害 你看 我有千军万马 我有这么多的 这个埃及这么富裕 我有这么大的权柄 我是一国之军 我底下统治了 几百万人 你们只是奴隐而已 奴隐 你还敢跟我讲话 奴隐 你还敢 跟我要求自由吗 结果 摩西他一个人呢 他说 这些人不是你的奴隶 这些人是 耶和华的子民 你知道这些事情 如果是问 以色列人的话 你猜他们会回答是什么 你们是法老的奴隶 还是耶和华的子民 他们可能 到时候都害怕了 讲说 我们不敢讲 我们讲了法老 要处罚我们了 那你们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我都已经忘记 我自己是不是 耶和华的子民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很多的人 有的时候信主 信了很久的时候 你是不是基督徒 照理讲应该是 对不对 不敢讲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怕法老 怕法老处罚你 到时候就讲说 我就先讲吧 我就讲 我是法老的奴隶 反正神会原谅我的 反正 好像每天 也不觉得 自己是神的子民 跟不是神的子民 有什么差别 神很重视的 神就先告诉摩西 你去跟法老讲 让法老知道 这一群人 不是你的奴隶 这一群人是 我的子民 因此我要让他们 出来 离开 离开埃及 来服侍我 当然 法老绝对 绝对不会同意的 因为 这些人 在他的底下 为他工作了几百年了 他们开始 去的时候 是寄居的 但是后来 竟然 这些人 人太多了 如果我们不压制他的话 这些人到底造反起来的话 那我的王位都不保了 所以呢 一定要让他们整天去做苦工 做到一个程度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什么自由啊 每天都当做奴隶 当奴隶就不会反反抗了 因此呢 他就 法老就用这种 用压制的手段 想要让这些人 不会 整天动歪脑筋 想要革命 想要反抗法老 结果呢 我们再往下看 他非常的愤怒 他说 你们 想要离开埃及 你们就是 因为你们太懒惰了 你们就是 不想要为我服事 不想当我的奴隶 你们就造借口 造什么 耶和华神 我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神 这是一种非常轻蔑的 一种 一种 语气 就好像我们 把我们的主人的名字 搬出来 你知不知道 我主人是谁啊 某某某 结果那个人 某某某 有人听过吗 是谁啊 意思就是说 这根本名不经传的 不要来吓我 法老就是这样子 他以为他自己 就是天下最大的 耶和华神 谁啊 我从来没听过 我根本不管你 这就是法老 对于摩西的态度 那摩西是怎么样 摩西告诉法老 是耶和华神 吩咐我来的 这些百姓是他的子民 我要的 来到这里 我要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 让你知道 让我的百姓去 因为耶和华神 已经发出了这个要求了 让我的百姓去 离开你 他们要敬拜我 事实上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人 你是属谁的 这是一个两个 两个主人的一个主权的争议 法老说 这些人是属我的 耶和华神说 这些人是属他 是属耶和华的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两个争议 到底最后 最后是谁屈服了 那我们往下看 好 那我们现在看了 法老呢 法老他认为 这些人是懒惰的 这些人是故意找理由 偷懒 想要逃走 脱离他的统治 所以呢 他就说 他就告诉了都工 都工说 你啊 这些人呢 就是因为太闲了 整天才会东想西想 想要脱离我的统治 加重他的 加重他的这个工作量 结果告诉他们说 你不要给他们炒 然后呢 叫他们砖要如塑胶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不给你材料 你自己去找 然后呢 砖不可以减少 你说这可能做得到吗 这是找麻烦吗 对不对 你要一个人做出一个结果来 你不给他原料 他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那这个怎么可能做出来 所以呢 你看到了 这是埃及他们做的那个砖 一块一块的 这种砖 在农村 以前农村 事实上是非常普遍的 你如果去看那个 古代农村的那个 他们的墙 实际上都是土做的 那土怎么能够凝结在一起呢 它中间要有草的 先用这个草的 跟泥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它是湿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旁边用木板 或者是什么样的板子呢 把它隔成一块一块方块 让它晒干 晒干完了之后 你把这个板子拆掉 那个砖就凝结在一起了 然后拿这个砖就可以把房子砌起来 埃及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做砖 但是没有草能不能做砖呢 我们知道泥 你把它放在一起 除非你去烧它 烧得很硬 它凝结在一起 但是普通如果你不去烧它的话 你要让它自然风干的话 它很脆弱的 你稍微一拨就整个把那个泥都拨下来了 拔下来了 所以呢 它中间一定要有草 那现在法老已经下命令了 不给你草 你钻你要如数交纳 结果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他怎么说 以色列的百姓说 惨了 我遇到麻烦了 怎么可能 你没有草给我 那等于我要到处去找草 那教的这个砖术还是跟以前一样 那代表说我要比以前更累了 实际上常常是这样子的 常常有人找麻烦的时候 就是给你一个几乎你做不到的事情 把这个重重的压力加在你身上 然后呢 你一看到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 屈服了 完了 我根本 我一过去 我还想反抗 现在呢 我一反抗加更大的压力 那就怎么样 算了算了 我不要反抗了 我就认了吧 就继续做骨功 那当摩西 当摩西 听到了百姓向他的抱怨 百姓抱怨什么呢 说摩西啊 你不要讲还好 你去跟法老去那边争取什么 我们的自由 争取我们要去敬拜耶和华 结果我们今天比过去更累更苦 是你害的你知道吗 不要反抗 我们当奴隶就当奴隶 永远当奴隶 乖乖顺顺的当奴隶 我还当得轻松一点 我如果开始去跟他争取我的权益 要去争取自由 结果加更大的压力 这百姓实际上是 真的是有点像 叫做明哲保身 只保住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利益 对不对 就好像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人有时候也是一样 当奴隶当习惯的时候 你让他说 你要去争取自由 哎呀不要争取自由了 争取自由 到时候那个被打压下来的话 那更惨啊 我就乖乖的当奴隶 永远当奴隶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嘛 对不对 实际上 我们很多当我们信主的人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形 当我在那里挣扎 我要不要信主 我要不要信主 然后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说 哎呀信主太好了 我要信主 遇到困难 惨了 一定是我信主害的 不要信了 不信还好一点 信反而变成这样子 以前的有一位 有一位木道友 他来教会聚会 他是一位姊妹 他们一家本来都不信主的 那他先到教会来聚会 他聚会的时候呢 他参加了福音班 听了 他觉得很感动 他就说 好我要我要信 我要信 我决定我要信 他就每个礼拜 都到教会参加福音班 就有一天早上啊 他开车到教会的时候 出了一个小车祸 车子撞了 他觉得哎呀 这不吉利啊 怎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就最后就掉头回家了 他先生就跟他讲一句话 你不去教会就没事了 对不对 他想说对啊 我不去教会的话 就车子不会被撞了 不去了不去了 就以后就一直不去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进教会 很可惜啊 他都已经差不多要决定要受洗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因为车子撞了 他就再也不来教会了 他们一家到现在都还没行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就觉得说 他的想法似乎好像不是很理性啊 就好像你遇到困难了 总是往神那里推 跟这以色列人觉得像不像啊 以色列人说 我们神要我们到旷野去敬拜他 然后呢摩西为我们提出要求 跟法老提出要求 结果法老生气了 就把那个更重的这个压力 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想说 哎呦那惨了 都是因为摩西害的 对不对 摩西因为你不跟法老去争取的话 我们今天都算 都还跟原来一样 虽然是奴隶 那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累啊 对不对 那你要我们去争取自由 要到离开法老脱离法老 就害我们今天比以前更累 都是你害的 你觉得我们的想法跟 很多人的想法跟这个以色列人 很像很像的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这个困难挫折 是从谁来的 你会想到说 以前都没有 现在有了 那一定新的这个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他的困难 他的挫折 法老给的 对不对 应该去找法老 说你怎么会 这么不理性 你怎么会把这样这么多的重担 加在我们身上 是你的问题 结果呢 他们是怪摩西 摩西你惹法老的 你不惹法老 我们今天还舒舒服服的 我们太容易明哲保身了 明哲保身的意思就是什么 当奴隶就当奴隶吧 我只要这个不要太累 不要太苦 我就一直当奴隶当下去了 不要想到自由了 也不要想到去反抗这个 这种法老 虽然他是很霸道 他奴役我们 可是呢 我们不要惹他 我们还可以平安安过日子嘛 太多这种想法 以色列百姓也是这种想法的 那难道这个怎么办呢 摩西现在是夹在神跟百姓的中间了 百姓不听话了 神又要他去做 我们知道这是最困难的 如果今天你当过这种 你在你公司里面 你当一个主管 上面的老板 要你现实完成他交付的任务 下面的员工跟你抱怨 做不完呢 怎么办呢 你夹在中间你怎么办 你听你上级老板的话 施加压力 施加员工 还是你跑去 跟你的上级老板 上师反应 员工 员工都已经累坏了 做不完呢 你宽限点时间吧 摩西夹在中间 就是这种情形 那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他跑去找神了 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了 他跟摩西就跟神诉苦 那他说 摩西就告诉了天父上帝说 主啊 你怎么样这样子来对百姓呢 那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如果今天这个 你知道这个百姓是不听话的 百姓很不愿意不愿意顺服 那你派我去 不就让不就让我做一件 根本达不到的事情吗 哎呀 上帝啊 我跟你抱怨 我要跟你诉苦了 你让我去 把告诉法老 要把这个百姓放出来 法老更加的生气 压制百姓 现在百姓都在向我诉苦了 说 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加重他们的苦呢 你没有拯救他们 你反而加重他们的苦 摩西是站在百姓的那一边 来跟上帝来求情了 实际上啊 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来 你我们身为一个神与人中间的一个桥梁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 把神的话传递给 给神的百姓 也要把百姓的苦情 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 陈述 因为摩西大使是一个人而已 他不是神 他不了解 神的整个的 完全的计划 他领受了神的命令 他当然是忠心的 向百姓 去 沟通 同时他也开始执行上帝的命令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他不了解 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 他 他到底心意是什么 因此他必须要 又带着这个百姓 给他 给他的反映出来的这种苦情 来向上帝 来 来陈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我也不用太责怪摩西 他说摩西啊 你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啊 百姓一开始抱怨 你就跟神辜诉了 实际上我们会不会辜诉啊 我们也会的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去施压给底下的 这个底下的 这个同工 或者我们施压给我们底下的这个下属 赶快做 努力做 我们的老板要我们达成任务 结果底下人说 做不完啊 我整天睡觉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 这时候你心中就开始什么 你是人还是神 我是人啊 所以呢 我必须要按着人的这个 这个 帮着我的百姓 到神的面前去问 神啊神啊 你能不能宽限几天啊 能不能够妥协一下 但是神没有妥协 神只不过告诉他说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法老很刚硬 没关系 你再去跟法老讲 然后呢 底下这段话 就是我们刚才 刚才读的那一段话 那耶和华对摩西说 说这个底下就是他说的这个内容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现在 你必看见 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使他因我大能的手 容以色列百姓去 而且 把他赶出他们的地 神小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显现 为全能的神 以至于我的名 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我与他们所坚定的约 要把他们 从寄居的迦南地 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 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 我也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伸出来的绑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 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骨功 先读到这里 好 你看到了 神要亲自出手了 对不对 神派遣他的仆人 去把这个释放的要求 向法老成名出来了 摩西也忠心地做到了 但是法老硬是要抵抗 硬是要加重这个 以色列百姓的重担 压制他们 让他们 不要胡思乱想 整天想要跑走 以色列人太苦了 苦到一个地步 他说 摩西啊 你不来 我们还轻松一点 你一来 太惨了 干脆不要 不要跟法老提要求了 就算了吧 结果当摩西向神提出来 说百姓好苦啊 为什么你不拯救他的时候 耶华出面了 我要动手 我要亲自的让法老屈服 代表说 这整件事情背后 那最最高的权柄 事实上是神 不是法老 如果今天摩西 一听到法老抵抗 法老 这个加重百姓的刑罚 摩西就屈服了 那这工作永远不会完成 还好摩西是什么 带着百姓的苦情 来到了 来到了神的面前 向神祈求 实际上 我们身为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神 给我们的使命 同时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的反应 有的时候 是太累了 太苦了 怎么办 你是用神的立场说 不要嫌累 不要嫌苦 神命令我来 把这个命令 告诉你们 你们就是乖乖的做就好了 当然 我相信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是一个神的使者 我们必须要把神的命令传递 但是当底下的百姓 把苦情传上来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也是人 对不对 我是说 好 那我去跟神 去来沟通沟通 到神的面前 把这所有的苦情 成名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 神 他会把他的旨意 跟你 跟我们讲得更清楚 神的旨意是 你不用担忧 这整件事情 是我要完成的事情 因此 我会亲自来负责 来让法老屈服 所以这点 也让摩西心里面 意志又坚定起来 好 你可以看到 这整段话当中 他提到了很多重要 第一个 神的名字 出现了两次 一个是耶和华 另外一个叫做 全能的神 这是神的名字 他提到两次 而且提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 都提到了 我与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 所立的约 这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神要 把以色列的百姓 从埃及叫出来 因为这群百姓 是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的后裔 神跟亚伯拉罕 已经立了一个约 我要让你的后裔 成为大国 我要把这个土地赐给你 我要让你的后裔 将来成为 万民的祝福 这是神 应许亚伯拉罕的 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 那这个约 就是必定要成就 不管这个约 最后遇到了 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这个约 最后是一定要成就的 因为这是神 应许的话 神应许的话 不会落空的 那现在呢 这一群子民 好像已经忘记了 亚伯拉罕的约了 他们当奴隶 已经当了几百年 已经习惯了 都已经甚至 讲到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是谁啊 都已经忘记了 神这是 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 来告诉 告诉他们说 我就是你的祖先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我都没有忘记 我跟亚伯拉罕 立的约 你们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后裔 因此 这个约 在你们的身上 是有效的 我没有忘记 这个约 你们也要 你要信实的 守住这个约 因此呢 我今天这个行动 就是要来完成 这个约 所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们 带到那个应许之地 让你们成为我的 每一次 一到这个立约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句话 我要成为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个从亚伯拉罕之约 从亚伯拉罕跟 从这个神对于以撒 坚定亚伯拉罕之约 还有在 跟这个耶利米书当中 讲到的这个新约 甚至到了新约时代的 这个启示录 启示录 整个约最后要 最终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话都出现 就是神说 我要当你们的神 你们要当我的子民 神与人之间 有一个立约的关系 人是神的子民 我们要顺服神 神带领我们 要完成 他在我们身上 那这群子民 是神呼召出来的 神他的旨意 就是要透过 他的子民来完成的 因此这个约 就把神跟人 给约束在一起 那神是一个守约的 神说 我再怎么样 不会背弃这个约 那你们呢 你们就是要学习 在信心上面 要像你的祖先 亚伯拉罕一样 对我有信心 因此呢 你们就怎么样 你们就跟我 就进到我的约当中 所以你看到了 百姓的信心是不足的 但是神呢 是透过他的仆人 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传到他的百姓当中 坚定他们百姓的信心 最后这个百姓 能够跟从他们 是神主动 还是人主动 是神 对不对 一切都是神主动 然后呢 神告诉他们 你们是跟我是有立约的 然后呢 别忘了 我的名字 全能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 跟每一次立约的时候 这个名字又再度出现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节 你去看那个 最后面那两行 那耶和华跟亚伯拉罕 讲立约的时候 他讲的话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你看到了 这段经文 跟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 是不是非常的密切地 结合在一起 代表说四百年前 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话 四百年后 神没有忘记 而且神要来实现他的话 而这个百姓 都已经差不多忘记了 还甚至还不知道 说我是耶和华的子民啊 耶和华是谁啊 都已经忘记了 他甚至他只想到 我每天就是做砖头 我是法老的奴隶 你的身份是什么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是神跟我们 有立约的关系 我们在新约当中 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 你是一个 这个世界 你的老板的奴隶吗 不是 你真正的身份 是你跟神之间 有一个立约的关系 你是立约的子民 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这个约 神主动地提醒 他的百姓 我跟你有立约的关系 因此你们要怎么样 警醒过来 要回到这个约当中 要信实地守住这个约 我们刚刚看到了 摩西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要唤醒这一群 都已经几乎 把神忘记的百姓 然而 然而 这件工作 因为是 神所拆派的 神所托付的 因此 神必定要怎么样 要给摩西能力 他必定要用他的手 来动工 要来改变法老 让法老屈服 最后让这个事情 能够完成 我今天早上 开车过来的时候 走到一个小路上面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排 怎么有一排人 好像这样过来 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头盔 穿着那种 骑自行车的那种服装 然后排成一排 非常整齐地过来 我就知道 要慢一点了 经过这个自行车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一队的人 就发现了 这一队的人 排得整整齐齐的 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十几部车子 最后有一个队长 在最后面 他的车子是开在最外围 靠在最外围的 他是对要保护整个队 不要出任何的事情 他在最后面 他是看着整个队的 然后呢 这整个队呢 就 就是沿着这个小路 一直这样骑出去 那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 在 在美国这个社会 西方社会 是非常个人主义的 对不对 就是 你想干什么 没有人约束你 而且特别强调人的自由 你不要管我 我有我自己选择的自由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 我相信 美国人 他们 虽然强调个人自由 强调 我的自由 你不要干涉我 可是呢 当他们要 共同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又是非常集体主义的 我们中国人一般 我们是比较集体的社会 对不对 当有一个人 这个为了整体的利益的时候 那牺牲个人的利益 但是美国人呢 他们是 当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在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 好 我为了要 完成这共同的信念 我加入你们 我愿意 牺牲我自己的自由 就像那 一排十几部车子 排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呢 头上戴着头盔 穿着一样的衣服 然后后面 队长在那里指挥 他们就乖乖的听队长的话 然后一路这样开过来 美国的社会 虽然是 个人主义的社会 可是呢 当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信念 他们凭着 对这个共同信念的一个 顺服 或者是尾声 他们说 好 我就加入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自由 牺牲下来 我愿意加入到这个 这个共同的一个 行动当中 实际上 你会发现 从这个埃及 在埃及当奴隶的 这个以色列人 可以知道 他们实际上非常像我们 我们传统的社会 就是 就是 哎呀 不要问就是了 我们 上面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不要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见 太多自己的意见 就是什么 棒打出头鸟 你要出头就先遭殃 对不对 那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神 就差遣一个人来了 摩西 他就是那个 把神的旨意 带进这群百姓当中的一个人 百姓啊 不要再当奴隶了 神要把你们领出来 你们的身份是谁 你知道吗 你不是法老的奴隶 你是神的子民 不要再 不要再 一直以为你自己 还是一个 法老的奴隶 结果呢 百姓就说 真的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们当奴隶 当习惯了 你这句话 反而让我们遭殃 让我们受苦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神主动的介入他们当中 说 百姓就算不听 没有关系 我会把神迹奇事 加在你的身上 我会让法老改变心意的 你放心的去做 我与你同在 实际上 你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 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 就是需要 有那种带头的人 像摩西一样 神把这样的责任 加给他 他传递给百姓 就算百姓抵抗 他忠于 神给他的托付 他知道 神必会负责的 神既然把这个命令 交给他 他传递给百姓 百姓不听 神就要动手 让法老屈服 然后呢 我们身为一个 带头的人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要忠于 托付我们的神 然后呢 我们要忠心的 把神的旨意 传递给百姓 所以今天 你看到了 今天 虽然这个西方社会 是一个非常 个人主义的社会 但是 为什么能够带动 这种集体的行动 有带头的人 对不对 那个队长 大家听我的 你要来骑自行车 你就要遵守规矩 我们一起骑 我们每个人 都达到了运动的目的 还有呢 你看到了 今天实际上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在举行马拉松 费成一个马拉松 在不久之后 四月份 波斯顿有马拉松 那个马拉松是 一两万个人参加的 这么多人参加 大家要守规矩 你看一两万个人跑 你要怎么样 让他们很公平的 这个在路上跑 不会出事情 那有多少的 这个工作人员 在那里设计 在那里 他们是分批出去的 所以你站这一区 你站这一区 到时候我们算这个 算你们的 算时间的时候 你就跑得最快的 跑第一区 第二快的跑第二区 他们都是乖乖的听 顺从的 为什么要有人 要有人登高一呼 说 我们要来共同完成 这一项事情 所以大家必须要顺服 好不好 你们愿意顺服的人 自己加入 当然 今天的社会 跟埃及的社会 是不一样的 那是四千 三千五百年前的社会 三千五百年前的社会 他们根本没有这种 好像说 我可以自己的牺牲 我自己的自由 我加入你这个运动当中 那时候呢 就是要唤醒他们 是神指明的 这样一个意志 他们如果没有 这样的意念的话 他们根本不想 听从摩西的 他们根本不觉得 摩西是要带他们 要脱离埃及的奴役 他们只知道 奴役虽然苦 可是呢 如果反抗会更苦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不要反抗 我们就继续当奴隶 当下去吧 结果你发现 不是这样子的 神的心意是 你就是要走 因为我要你们 离开埃及 因为我是你们 立约的神 你们是我立约的子民 这个约是一定要完成的 这个约要完成 必须要有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有一个人出去 把这样的一个 神与百姓立约的信息 传递给百姓 同时 这传递的过程当中 唤醒百姓说 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 因此我们要顺服 但是呢 人的顺服的力量 是很弱的 他们可能去反抗法老吗 不可能 因此呢 实际上是神介入了 神用什么 神用他的手介入 你看从第一节 到第八节 里面多少次出现 我向法老行的事 我要把他们 从寄居的迦南地 赐给他们 我要生出来的绑币 重重的刑罚 迦南人 我要救赎你们 脱离他们的重担 我要 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我要把你们 领进 那去 进去那个地 是给你们为业 所以你看到了 是神主动的 要来完成他的工作 还是百姓 觉醒了 请神来完成他的工作 当然是神 一切都是神在那里 推动这个事情 百姓只不过 被动的 当摩西传递 这个信息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好吧 那我们就听你的 我们就顺服 我们就跟着摩西做 而且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百姓还是摇摇摆摆的 好 那我们想到 为什么 为什么一件事情 是神主动的来完成呢 为什么不是说 就把这个任务 分配给摩西 摩西 分配给这个百姓 让百姓自己去完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知道 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说 让百姓自己去完成 几乎就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神介入 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神要主动的 来拆派摩西 甚至他用他的绑壁 让他的手 介入这整个事件 是因为 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我们刚才讲过了 信实的意思就是 他是个守约 神既然立了约 他不会反悔 而且他一定要 对他的约信实 他一定要实现他的约 就算人离开了 他还要呼召他们回转 归向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这样子的 你说人有时候 真的是对神很不信实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神要我们 能够对他忠心 结果我们常常 有时候就离开了神 这时候 神没有忘记我们 神差遣他的仆人 发出了一个呼唤 唤醒我们 让我们重新的 回到他当中 想起了我们是 跟神是有立约的子民 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你会想到 我们跟神之间 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吗 你会不会想到 有时候我软弱了 我离开主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 神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 神是愿意呼唤我们的 所以 第一个 为什么神要主动的出手 他来完成这件工作 因为他是一个守约的神 第二个是出于对人的爱 因为他知道 人有软弱 我们不是神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肉体 还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我们有时候 就会因着肉体的软弱 我们的信心不足 因此我们就跟不上 甚至没有想到 我们在神国当中 我们是一群立约的子民 但是出于神对人的爱 人在痛苦当中 被法老奴役当中 神不愿意看见 人永远的落在那个地步 神就让摩西去呼召他们 所以说 看到了第一个是 出于神主动的 他是信实的主 第二个 他对于人的爱 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了 出于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拯救自己 如果今天神不管我们 我们最后已经是 个行其事 对不对 我们自己去找自己 想做的事情了 我们礼拜天 不会说 想要说我们要聚会 我们要跟 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 有更好的团契的关系 我们不会想到要敬拜神 我们做自己的事 多自由啊 这就是人的本性 实际上 人靠着这种本性 想要自己救自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了 如果今天摩西 不进到法老 法老面前 去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神不呼召摩西 去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摩西不去跟百姓沟通 神要我们离开埃及 百姓绝对不可能离开埃及的 手无寸铁的奴隶 怎么可能去跟法老退抗呢 那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呢 因为迦南地这么遥远 我们怎么过得去 而且这个迦南地 现在不是我们的 是迦南人占领的 我们过去 怎么可能得那块地为业呢 就好像有一块地 不是我们的 我们说 我们要去把那块地 占起来 当我们的产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呢 别忘了 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 那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已经应许了 只不过在历史当中 神的手一直的在带领着以色列人 保存他们的这一群后裔 然后让这群后裔最后成为一个 能够征战的精兵 最后在约束亚的手中进到迦南地 得那个地为业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动工 所以我们刚才出于这么多的理由 我们知道 为什么神要主动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要靠着人来做 那不知道等到什么时间 何年何月 但是我们看见了 神的工作 一定是神主动的在那里推动 他怎么推动 他兴起仆人 愿意顺服他旨意的仆人 拆遣他们 进到百姓当中 唤醒百姓 明白自己是属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 而且愿意经历了神的大能 经历了神的信实之后 他愿意顺服神 愿意一起的跟从这个摩西的领导 然后最后离开埃及 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 同样的也是这样子 如果今天神不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神不管我们 让我们自生自灭 我们一定最后就是一盘散杀 最后就 这个整个教会就变成了社团 甚至最后解散 但是呢 神进入到我们当中了 神兴起他的仆人 给他使命 让他进到一个团队当中 去传递神的旨意 神对他的百姓 是信实的 他跟百姓是立约的 神不会废弃他的约 我们跟神之间有约吗 有 我们有新约 主耶稣给我们所立的新约 因此这个约神没有忘记 神不断的在历世历代 都把他的仆人拆进 拆进百姓当中 唤醒百姓 让百姓想起 我是立约的子民 前一阵子 在二月份的时候 二月八号 有一个 Osbury的一个 叫做复兴的一个运动 这复兴运动 大概就进行个 差不多就是 十六天 十七天吧 就到二月底就结束了 那实际上 这个运动 实际上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 就算今天的 整个美国的教会 已经慢慢的衰弱 甚至年轻人 已经不太上教会了 几乎不上教会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神仍然 没有忘记 这一群属他的子民 包括年轻人 属他的子民 神会看顾他到底 神拆遣仆人 神兴起这个 护兴的运动 让人觉醒 让人知道 神没有忘记他 因此在那个 Osbury的那个聚会当中 很多年轻人 就是因为 听到了一篇 很普通的道 那个道当中 告诉他们说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对自己的罪 要承认 然后呢 那是个很普通的道 讲的就是20分钟 30分钟而已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那些人不走 有十几个人 留在教会 就最后在那里 认罪祷告 就那十几个人 认罪祷告的时候 带动了更多的人进来 最后一千多个人 延续了将近 快要十七八天 这整个的过程 实际上提醒了 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就算在 很软弱的一个景况当中 就算教会当中 已经人数稀少了 神仍然没有忘记 他的子民 神仍然会兴起 对他忠心的人当中 神会采遣他的仆人 进到百姓当中 唤醒百姓 我们跟神是有约的 我们不能够离开神 这就是在 我们看到这篇信息 对我们今天 这个教会的一个应用 就是一群 像出埃及记的那一群 在埃及当中 奴役了四百年的百姓 他们都根本都忘记神了 他们也不知道神是谁 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 他们只知道做砖头 乖乖的听话 每天做砖 做完了 能够好好的休息 够了 这就是我的人生了 但是神说 这不是你的人生 因为你的身份 不是法老的奴隶 你是神的子民 因此你要觉醒 你这群神的子民 是跟神是有约的 这个约就是 你要侍奉神 神要把 让你们成为大国 神要把土地赐给你们 神还要借着你们 使万民得福 这个就是 这就是这一群属神 百姓 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而这么困难的事情 怎么能够达成呢 神就是让摩西出去 你代替我 把这个事情传递出去 而且 你不用担忧 你自己的软弱 虽然你软弱 但是神是有足够的能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了 最后摩西 他说 不行啊 我讲不出话来啊 我这个人胆子小 我左口笨蛇 左口笨蛇 今天也成为很多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我也是左口笨蛇 我的口才也不好 我又讲不出话来 但是呢 你看 但是呢 神没有说 好 那你不要讲了 你既然没有恩赐 就算了 算了 神没有这样子 神说 我知道你左口笨蛇 但是你别忘了 谁照舌头的 谁照眼睛的 有谁比我的仆人 更眼瞎 有谁比我的仆人 更口拙 我就是用这些 眼瞎口拙的人 把他们派出去 给他们口才 给他们眼光 让他们看到 这工作不是他们完成的 是上帝完成的 弟兄姐妹 你会觉得 你自己是口拙的人吗 我常常觉得 我自己口拙啊 口拙讲不出什么话来 讲出话来 别人不喜欢听 但是呢 没关系 上帝是使人 给人口才的 上帝是给人眼光的 当你愿意把自己 陷在上帝的面前 说 上帝啊 我虽然不行 但是如果你要用我 我这个老骨头 就让你用吧 当你愿意 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上帝就真的 用你了 所以 原摩西 八十岁了 上帝仍然使用他 所以你看到了 在今天 上帝会不会呼召 那些 他的仆人出来 会的 但是呢 上帝不是说 你就去做吧 你就去当炮灰吧 反正 我 我就 看你 看你最后 你自己 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得到结果吧 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告诉摩西 你有困难 我知道 但是别忘了 我既然把这个工作 交付给你 让你去完成 我在你背后 是你的 是你的靠山 我用我的力量 在背后 会让法老屈服的 你放胆去做 百姓会抱怨 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 你放胆去做 我会神迹奇事 随着你 让百姓看到 我是神 好 这你刚看到了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啊 我不认识 我也不要听 就最后呢 摩西告诉 告诉这个法老 我也会让你知道 耶和华是谁的 让埃及人知道 我是谁 出埃及记第七章 三到六节说 当我的 用我的手来刑罚 埃及的时候 重重的刑罚埃及 将我的军队 从以色列 从埃及地 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中 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 就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法老说 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的名字 我不认识 结果 最后结果是 当你受到 耶和华惩罚的时候 你就知道 耶和华是谁了 神 他的作为 在显明 他的身份 他是 耶和华神 不单单让埃及人 知道耶和华是谁 连 以色列的百姓 都知道 耶和华是谁 出埃及地 第十章会讲到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等到 耶和华的 刑罚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才知道 我现在知道 你是公义的神了 我现在知道 你是不会轻忽 轻忽你的话语 你是个信实的神了 我们不要等到 那个时候 我们要常常的 让提醒我们自己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他写给我们的圣经当中 我们的每一天的经历 我们都应该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历到神的信实 也学会敬畏耶和华 不要等到 神的审判 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才觉醒说 我今天我才知道 耶和华是谁了 就像法老一样 我们不是法老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守住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 我们愿意 在神的计划当中 我们愿意顺服 神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计划是什么呢 要透过我们 让万民得福 就跟当时 要透过这一群 当奴隶的以色列人 苏埃及 让万民知道 耶和华是一位公益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 千万不要轻忽自己的身份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学会 神要完成他的工作 甚至透过谁来完成的 从众弟兄姐妹来完成的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一个一群 像摩西一样警醒的子民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 有旨意 我们要顺服 一起来完成这件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谢谢您 能够让我们 从出埃及记 这段经文当中 看到了你对 你的百姓的心意 主啊 我们就有时候 我们都觉得自己 很像那一群 在埃及当奴隶的百姓 我们觉得说 每天过这种 过我们该过的生活 就算当奴隶 也就当了 但是你 你不会让我们 永远当奴隶 你会让我们 想起我们的身份 是神的子民 不是法老的奴隶 主啊 让我们能够 记住我们的身份 让我们能够 在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知道 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 让你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能够达成 感谢赞美你 我们一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大家